大家看到這密密碼數字對不對 有點眼花 但沒關係 我直接用很簡單的方式告訴大家 剛剛小葉在講的那份數據 有百分之七十的買家 覺得續航里程高於自己的預期 對不對 他們是自我感覺良好嗎 其實不是 為什麼 接下來跟大家講 在每一年 挪威的汽車聯盟會針對當地 有販售的一些比較主流的電動車 全部拉出來 這次拉了二十一款 那全部拉出來 超級大企劃 然後開 開到完全沒電為止 掉在路中間為止 同樣的路程 有低速 有高速 同樣的原廠建議的胎壓值 反正所有的起跑規則 都是一模一樣的 去以公平公正的方式 去測試所有的續航里程 那我們會發現 以比較主流的電動車來說 第一名還是由TESLA的 Model 3 Long Range的車型所拿下 那這次測試 測試什麼呢 WLTP公布的數據 夏季他們實測的里程 以及冬季 那有些車沒有冬季 例如說像Model 3 它是二一年式的 可能還沒到今年的冬天 所以測不了 然後WLTP的落差值 還有冬夏季的落差值 所以可以說是攸關到續航里程 這個部分的所有數據 通通都幫你表列好 通通幫你測試好 那有一些規則可以先跟大家講 比較特別的地方 例如說在冬季的話呢 挪威當地其實是一個零下的狀態 那我們也知道其實 攸關到電池這種東西呢 其實在寒冷的環境下 效能一定比較差 以當地來說 大概是會少個20到30%左右 你可以看到它的落差值 其實就還蠻大的 差很大 對 台灣的話 以我自己一些短暫 在冬季試駕電動車的經驗 我覺得大概是5% 10%左右 就是比較少 基本上可以不太需要 納入那個誤差值的考量範圍 我覺得還好 因為比較少下雪的地方 如果你要是真的荷歡山下雪 你衝上去 對 你衝上去 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對 要小心一點 對 沒錯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 第一名是Tesla對不對 第二名很特別 也是我自己很喜歡一台車 福特這個野馬拉出來 當子品牌之後的電動車 Mk1休旅車的版本 那它的WLTP610公里對不對 結果實際下季測出來618 而且表現還多蠻多 而且冬季其實也有500公里 表現是很好 所以等於福特這個車 在續航力 以及它的電池效能的部分 其實表現是很成熟 那你會看到前10名 其實是比較多 台灣現在目前 或是接下來會有販售的車型 不管BMW電動車 或是Kona電動車 福斯的ID系列等等 都在上面 那有一款車在1到10名 很特別是第四名的BMW iX3 基本上就是X3的一個電動綁 對 那台灣沒有要引進 不過呢 相似的動力規格 PowerChain 接下來也會在陸續 在他們的產品線導入台灣 然後很特別的是呢 WLTP數據 以及夏季測試的里程 高了蠻多的 表現很好 那最重要的重點是 官方測試的結果 他們發現 在低於10%的續電量的時候 他還可以開100公里 有點像我們的iPhone有沒有 剩幾%電而已 可是他還可以撐很久 所以他的電控系統 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比較讓你 不要那麼焦慮 就是快沒電的時候 還可以再撐 還可以再撐 比較不會就是說 要沒電就真的沒電 就是比較保障這種 可能初期使用電動車的車主 比較特別的部分 那其實你看到前10名 都還是比較偏 歐系的品牌為主 或者是歐洲當地賣得好的電動車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11到21名 就會有一些比較多 小廠牌的 或者是日系 你看倒數的 例如Hona E Mazda的MX30 續航里程就 表現得比較 悲慘一點點 他們有要推出嗎 這台車 畢竟是都會車 都還是以小車為主 那可能比較不會 東跑西跑 我之前在東京車展 有問過他們的 就是負責電動車的 你說Mazda還是Honda Mazda 他們完全不回答 有關於續航里程 或許他們 避而不談 還在努力 還在努力中 對 要給他們一點時間 不過這幾台車的 我覺得日系的電動小車質感 等等都做得表現得非常好 而且其實就是他公佈的 里程的一個數據 誤差也沒有真的到很大 整份數據 你這樣看下來 會發現 其實冬夏季的落差 它是確實存在的 不過實際一般狀態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季節 或是春天秋天 我覺得使用起來 都不會比 原廠公佈的WTV數據來的少 甚至還會再多 所以也證實了 在我們剛剛看 那份數據調查裡面 其實你只要 每天的充電的時間的掌握 或者是你的路程上 真的要跑很遠的時候 有可能找快充的站等等 這些東西有規劃好的話 數字是不會騙你的 基本上它寫多少 就可以開到多少 你不用擔心 像我們燃油車 官方公租一公升跑15公里 其實只能8或9 對不對 就不用去計算到這個誤差值 我覺得這個是 在電動車未來 大家接觸到的使用規劃上 比較好的一個優勢 電動車的性能迷們 就過來就過來 因為我們之前在 應該說2020年24小時的 利曼大賽當中 可以看到TOYOTA 他們動態展示了 TOYOTA的GR Super Sport 那後來就沒有什麼消息了 那現在後續的發展是如何呢 好我們就來聊一下 GR Super Sport這個車 掛上GR的名字 我們都知道它這個是 豐田張男 可以說是有第三代 韌性第三代 想要做的這個GR品牌 還有一個叫Super Sport 掛上Super這個車 通常都是蠻Super 都是蠻超級 這台就像剛才冠儀說的 它其實最早在18年 東京改裝車展就出現 那2020年 它也透過了賽道上的展演 讓大家知道這台車 這台車其實會分為兩個分支 一個是在賽道的部分 它其實也打造了賽車的版本 也就是它會在FIA WEC 這種世界耐力檢標賽出現 它的賽車版叫做GR010 Hybrid 確實已經在賽場上出現了 那另外一個量產的部分 就很大家值得期待 到底這個量產會不會出現 因為我們都知道TOYOTA 很久沒有出現一個 所謂的Hypercar 或是超跑的這個車型 那之前的傳言是說 GR Super Sport 未來就會是TOYOTA 這個品牌裡面 起下了超級跑車的 一個先行的概念版 不過呢 很可惜的 之前傳出一個消息是 他們這台車在測試的時候 原型車在日本的富士賽道 就起火燃燒了 所以他們猜測說 很有可能是因為 這樣子的起火燃燒的因素 導致他們整個計畫中斷 那當然是這樣子嗎 其實並不盡然 是因為聽說有些車主 他們其實對這台車 已經有預接 有先下訂單的動作 他們其實很喜歡這台車 也表示很高的購買興趣 但是呢 原廠給他們發了一些訊息 告訴他們說不好意思 因為疫情的關係 因為原物料 可能或許一些晶片的 種種的因素 目前這台車我們暫停開發了 所以相當的可惜 不過我覺得以豐田招 他個人本身對於賽車 這麼高的熱情 我們希望這台車 可以胎死腹中 未來有一天 我們真的可以看到 GR Super Sport 變成了量產車款 出現在台灣 你看現在所有跟GR 掛上名字的TOYOTA車款 在全世界也好 在全台灣也好 都賣得這麼好 對不對 所以或許有一天 GR Super Sport 可以變成一台超級跑車 出現在市場 我覺得車性能 你一定可以期待這件事情 沒錯 好 我們剛才聊完了 電動車的市場 接下來我們帶著大家 來掌握一下 傳統的燃油車 有沒有哪些新鮮貨到呢 最近性能鋼炮瀰漫 熱烈討論的 應該就是Volkswagen的Golf的GTI 可是接下來 大家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B&W也推出了全新的128Ti 然後要來抗衡Volkswagen的GolfGTI 我們四位專家們會怎麼選呢 GolfGTI對上了B&W128的Ti 請問你們會挺誰 請舉牌愛大挺的是Golf的GTI 好 然後 盧哥你也是GolfGTI 對 你也購什麼GTI 只有你 BMW的第二8Ti 為什麼 智希 其實我覺得大家要先了解 這個車的定位 首先第一個 能掛上Ti這個名號 對BMW這個品牌來說 是非常的經典的 再來呢 我覺得它的切腳 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它的售價 目前預估大概是 兩百萬左右 兩百出頭萬 其實你要說跟GTI 有沒有架差 其實有 甚至連Toyota的GR Yaris 都比它還要來的便宜不少 不過呢 畢竟 BMW說到底是個豪華品牌 做出來的一系列的性能鋼 它已經算性能車了嘛 兩百六十五匹 數據規格看上去是非常漂亮的 最重要的是呢 其實它的定位 跟不論是更高的M135也好 或是賓士的A35也好來說 都經濟實惠非常的多 但是又比120i 或者是A250的動力 來得更好 它已經從七速雙禮合 變成八速的自排 而且呢 這麼高的性能 還是維持一個 我認為啦 以這種前驅平台 所做的鋼炮的來說 是前輪驅動 而不是四輪驅動 有一點點累贅的感覺 除非我覺得對於這種車型 除非你是像GR Yaris 它的四輪驅動是 扎扎實實的 有這種WRC車款的那種調配的方式 不然前輪驅動的車型 我覺得在傳輸上的效率 還有駕駛的樂趣 他們來說我覺得都很高 雖然我知道沒有人站邊我這邊 大家都選GTL 我站你那邊 對 但是我 像我沒開過 對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這樣 因為最大的重點其實還是 它... 你要買到這樣的車型 你還可以去計較CP值 以前其實沒有這樣 太多這樣的選擇 現在有一個這樣的車型 我覺得對性能迷來說 是很實惠的 雖然說BMW 128Ti還滿香的 可是我們三位專家 全部都一面倒的選Golf GTI 說真的 我們實際上路試駕之後 它的確是真的滿迷人的 各項的動態的表現 艾達 你為什麼選擇了Golf GTI 當然因為Golf GTI 是有歷史的產品 對不對 它現在已經來到的第八代了 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都是Golf GTI 表示Golf GTI 它有江湖地位是存在的 如果論江湖地位 當然BMW是豪華品牌 Volkswagen是屬於一般的品牌 但是BMW出的這個先輩車型 尤其又是前輪驅動的 這個所謂前驅 這樣子的概念 以不管是這個 就算一系列好了 現在E28 TI 雖然它冠上了這個TI 有一點像以往TI車型致敬的概念 但是這個江湖地位 我覺得還是沒有辦法去取代 所謂的Golf GTI 這種動無脫兔的 這種靈活的一個角色 當然價格上面 也有非常大的一個落差 預估以E28 TI的價格 預估來講 可能跟Golf GTI會落差 大概有將近六十萬左右的 一個這個價差 六十萬 而且突破兩百萬的身價之後 在兩百萬中間就會有更多的選擇 對不對 這個價錢 你可以買到的是Golf 對不對 那如果說用一百五十九萬 買Golf GTI 雖然動力數字上面 好像差了E28 TI一些些 對不對 不過 好玩的點來了 這六十萬元 你改個 晶片 對 改個 避震器 改個 大的 Caliber 多活塞的卡鉗 改一組 鍛造框 大概都還有找 而且搞不好秒數會贏過它 當然 開出去 雖然吸睛的程度 BNW的光環比VOLCE VACON 高一些一些 但是看在戀家的眼裡 怪儀 你這台GTI改得不錯 對不對 那個邏輯就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像這邊年紀稍微有一點的 大概選擇 Golf GTI 大概 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吧